蘋果公司創辦人史蒂夫·喬布斯世世 在亞洲引起強烈反應 他發明的產品很多在亞洲製造 並且亞洲極受歡迎 在星期四 中國微博網站上出現數以百萬計的悼念信息 在北京20歲的大學生李子龍擔心 蘋果有可能不能繼續推出類似新上市的iPhone 4s 這類產品 希望接下來能把這個公司帶好 要是帶不好也許蘋果就從此垮下去 因為喬布斯是一代的精神領袖 任何公司都需要一個精神領袖 精神領袖沒有了 我就真的不知道蘋果以後 會不會出像iPhone 4 這一類經典的產品 在香港投資分析人士論常念就比較樂觀 他個人對於喬布斯世世感到可惜 但他不會憂慮消息對股市帶來的影響 他唯一的公司或是機器人 可以擁有一個粉絲 在世界中的社會 奧大利亞總理吉拉德 亦對喬布斯世世發表評論 喬布斯世世世前一日 蘋果公司剛剛公布新款iPhone產品 新產品的功能包括 可以回應用戶的聲控指令 知名貸通人 儒 ROM 社會評論 辯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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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休暗 辯R